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现在不仅人人能读大学 要进入公立大学 看起来好像也越来越容易了 因为今年学测报名人数减少 而公立大学招生名额增加 因此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上升了 估计有四成四的人渴望考进公立大学 比去年还多出5.23% 和也创下了历年的新高 对此有教育人士分析了 公立大学名额增加 会冲击到私校的办学 也会有越来越多学生 飞行大不念 今年学测数学A超难 成绩出炉后有不少考生很焦虑 但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今年学测报名人数减少 而公立大学招生名额增加 因此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上升 估计有四成四的人渴望考进公立大学 今年学测考生11.6万人 比去年12.8万人少了1.2万 因此录取率高达111.6% 比起去年提高约11个百分点 成为历年最高 也就是说人人都能念大学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 以学测成绩即可申请的大学 科大 军校 景大等 招生总名额共12.9万人来看 公立大学占5万多人 私立大学7万多人 学生录取公立大学的比例 首度超过四成 比去年多出5.23个百分点 我们的学生是 程度落差的是蛮大的 可是他们会考上同一所大学 那也就是因为说 这个缺额多的关系 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 公立大学名额增加 会冲击到私校 也会有越来越多学生 非顶大不念 来看看今年台青交程等学校 以及中自备国立大学 合计招生人数 就比去年多了超过500人 新增名额多半是资通讯相关科系 也不见得是就业 或者其心的一个保障 全体考生 考上公立大学的比例 会越来越高 考上国立大学的尾端 不如就直接念 比较传统的 比较有知名度的私立大学 升学辅导老师建议 与其选校不如好好选科系 随着少子化趋势影响 要念公立大学的确变容易 但想要有竞争力 还是得看在售期间 有没有好好培养实力 记者学界 燕临帆台北采访报道